高雄有一些店家啊 外省口味的那個店家 它裡面都有飲料機啊 就是會有紅茶跟豆漿 讓你無限喝 台北有這種服務嗎 吃到飽店應該都有啊 他們都吃單點的小店耶 隨便啦 對 厲害吧 台北一定有 那你不好找 大家好 我是小王咪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大胃王 來了咪 今天這個桌上的食材呢 也是我自己平常最最最喜歡吃的 因為簡單 方便 快速 而且又好取得 我們現在為大家網羅了 一 二 三 四 五 那我們現在先去煮水餃 好啦 我們這一鍋呢 是美秀姐她們家的 起鍋 起鍋 我的視覺看下去有夠大顆的啦 我自覺的水餃會上癢 好啦 第一鍋出爐 現在來吃的是 美秀姐她們家 阿米手裡面的口味的水餃 它裡面呢 它這個產品會有四種口味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長蠅頭的 作為那種眷村菜的地方才吃得到 沒想到現在可以來做水餃 而且裡面怎麼那麼大顆啊 真的是 你看看 啊 這麼大 這麼大 而且光用眼睛看 眼睛先吃 就覺得這個料也太飽了吧 好多吃喔 我裡面呢 有咬到一點點一點點的肥肉 它那個肥肉完全一點都不會有 然後它的瘦肉比例呢 其實還滿多的 根本譬如說裡面那個 蒼蠅頭的量有多多 它裡面的肉跟蒼蠅頭的比例呢 應該有4比6的感覺 更厲害的是 我這個愛吃辣的人 在裡面就有看到那個 辣椒本人呢 有磨碎了之後呢 有在裡面 所以你真的可以不用沾醬 也可以直接吃 它的肉好有存在感喔 真的好好吃喔 美秀姐 他們家裡面的東西 是非常的單純耶 他們使用的是 裡面加它的韭菜跟辣椒 跟一些胃粉 然後一顆 它有34克 以水餃來說 它真的是算已經偏重 很有份量的水餃了 它好吃喔 哇塞 這可以太多汁了吧 湯鮮味美 好 美秀姐家的最後一顆 如果你也愛種口味的話呢 這一款的蒼蠅頭 很推很推 大家不妨來吃看看 好 下一款呢 我們來吃 哥雞 天后 我們來吃吃看 阿玲的 這個是 泡椒口味 這款雖然說跟剛剛上面那一款 都是屬於辣口味的 但這個泡椒 沒有大家想像中 好像會有一種很激烈的辣味 其實沒有耶 它還滿清淡 然後呢 算是清爽型的 可能因為泡椒會有一點酸酸的味道吧 所以它反而可以中和掉一點 那個豬肉的膩味 那辣度來說 我覺得好像是零 不太有辣味 但是有泡椒的香氣沾 那倒是真的 倒個湯汁看看 會不會有 也滿多汁的耶 光看色澤就知道 比較偏清爽 它們家這款的汁做到 你要一邊咬的時候 要把湯汁給吸一下 不然那個湯汁會流下來 剛剛沒有沾太多的那個醬油 因為它可以直接吃 因為湯汁夠多 皮很薄 那餡料的部分呢 緊密度我覺得剛剛好 小朋友如果吃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會吃的那一種 大家不要看阿力他們家 這款水餃啊 看起來北藏 這樣沒有什麼調味喔 其實你吃多了之後 還會有一點點辣耶 真的讓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我剛想說不會辣… 結果我吃了二十顆完之後 的確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微微的辣度 在你的喉嚨這邊 它們家的產品呢 標榜的有各種各種的煮法 你可以煎煮炒 不是炒 用煮的用煎的 煮湯或是它去做蒸餃 也都非常非常的OK 那我們下一款呢 來吃的是 我們最熟悉的好朋友 蔡蒼鮮他們家的餃子 他們家有兩種口味 這個呢也是我自己有吃過 我個人就是很激推的一款 那它是原味的還有咖哩的 那咖哩呢 它有跟佐藤咖哩的合作 也算是個聯名款 非常特別 而且 我要來跟大家 好好的隆重介紹一下 不洗頭嗎 頭在癢了嗎 是拉到頭髮啦 除了蒼鮮跟他們家 有自己出水餃之外呢 他們家還有自己出的這款辣油 我們家那一瓶大概在 一個禮拜之內 整拼 被我吃完了 看看他們家裡面的辣油呢 很簡單 也就只有 辣椒 花油跟芝麻 這些非常基本的配料 但是 花油是什麼 花椒 他們的有物料很簡單 也就只有呢 大多沙拉油 辣椒 花椒跟芝麻 這些非常非常基本 又簡單的配料 但是味道卻非常的不簡單 我們還是呢 先來吃一下原味的 看你吃半口好不習慣 從現在他們家這個水餃 我就覺得他咬下去的豬肉味 特別香又特別的甜 他們家的是 高麗菜跟韭菜混合在一起 但是不吃韭菜的朋友 你們不要擔心 它的韭菜味並不會很厚重 它就是一個提味的作用 那裡面的甜呢 我覺得應該是 裡面的洋蔥 讓它吃起來會更有甜味 因為這款水餃吃起來 它真的是甜的 我們來吃個咖哩的 那他們家咖哩很特別的是呢 它就沒有蔬菜了 它很單純就是肉跟咖哩的味道 那他們家呢 可以吃得很健康 是因為它裡面有 所以這一款你可以吃得很好吃 可以吃得很健康 而且味道呢 也算偏重 如果不喜歡加醬的話 這個直接吃完全OK 沒問題 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 他們家這個 我急推的辣油 昌憲哥他們家這個瓶子 連瓶生的瓶口 都有特別設計過 所以你在倒的時候 你把它拉起來 它就完全不會 沾到下面來耶 我真的很少會用完一罐 辣椒油之後 它的瓶生可以這麼的乾淨 所以他們家這款除了味道之外 我覺得它瓶子的設計 我都非常的喜歡 這辣油真的是巨好吃 巨好吃 他們這款原味啊 還是蔡爸爸的拿手菜 就是把爸爸的好手藝 發揚光大 而且味道好吃一點耶 這還有菜 這句話特別剪給蔡老闆 你剛剛那個表情可以做鋪麵 高雄有一些店家啊 吃麵食的 外神口味的那個店家 它裡面都有飲料機啊 就是會有紅茶跟豆漿 讓你無限喝 台北有這種服務嗎 吃到飽的店面都有嗎 它根本都是單點的小店耶 豆漿喝到飽 對啊 隨便拿 欸 厲害吧 就你除了在那邊吃正餐 什麼蔥油餅啊 烙餅那一類的麵食 他們裡面就會有 那個飲料那你自己喝 台北一定有 那你不好找 好啦 剛吃的呢 就是昌憲哥他們家的產品啦 那除了隨便好吃之外呢 請大家呢 辣油務必要帶一瓶回家配 因為我那一個禮拜呢 就靠它 不然是吃麵也好 吃飯也好 自己炒東西也好 全部加它 都很有味 下一款呢 要來試吃的就是一個呢 在演藝圈也好 在社會福利也好 Anyway Anytime 就是一個非常舉足輕重的 就是 言清標 言大哥 言當也加了水餃 打拋豬水餃 我把那個肉弄出來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哎呀 好多汁喔 有沒有看到它連豬肉餡上面 都五顏六色耶 這款的蔬菜量好多 因為那邊咬啊 還可以聽到自己咬 那個蔬菜的清脆聲音耶 菜含量還滿多的 哇嗚 一湯匙滿滿的都是湯汁啊 我很喜歡它在咬的之後 還可以咬到那個 蔬菜清爽的感覺 跟清脆的感覺 冰淨水餃是用水煮嘛 煮了好久了之後呢 它還可以保持到這個蔬菜的口感 跟爽口度 我覺得很滿難得的 它裡面的調料不簡單耶 你知道洋蔥呢 會越來越甜是一定的嘛 裡面有薑 還有那個酒生哈 還有薑母跟麻油 這就厲害囉 因為它可以把麻油跟薑母 還跟另外一個南洋風的就是 薑毛跟檸檬葉混在一起 這樣滿厲害的 麻油香我真的有吃到 大家如果是慢慢咀嚼的話 那個麻油香的香氣 會慢慢的散發出來 我沒想過麻油跟薑母 我可以加麻油跟檸檬葉搭在一起 這個倒是滿厲害的 什麼妳現在幾分吧 三分 好嘞 這款雕太郎啊 它的皮算是比較薄的那一種 我覺得因為吃到後面 它的麻油香氣會越來越中 越來越吃越明顯耶 滿特別的 所以它裡面的麻油成分 或是它麻油品質用的 應該很不錯 最後一款 我們要來吃的就是 型男李懿家的水餃 理想主義 吃到一款海鮮的了 海鮮 海鮮 怎麼那麼大顆啊 那個泡絲漿的感覺 也太多了 也太重了啦 我們拿一個泡絲給大家看一下 蝦汁耶 也太多了 你看一隻 一隻 兩隻 三隻 認真來說的話 對 我從一顆裡面隨便挑 就挑出那麼多蝦耶 也太強了吧 裡面內容物是花枝漿 還有蝦仁 然後就看一下 裡面怎麼沒有豬肉呢 因為一般不是都會 這種是豬肉餡的嗎 再怎麼樣呢 海鮮都是個陪襯 豬肉還是主體 沒有到他們家的反向操作 一整個是叫裡面的 海鮮全部是主角 它裡面的豬肉味 就只有它有一個用豬中油 去做了一個調和的那個香氣 這款真的是 太厲害 難怪 他們會說 每一口都吃得到蝦子 而且裡面的蝙芹啊 烤的蝙芹好好吃喔 我喜歡吃蝙芹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水餃 好像是手工包的耶 因為它每個包的皺褶都不一樣 所以我感覺應該是 手工一顆顆包出來的 好用心喔 然後我發現他們家水餃 厲害的就是啊 我們這樣子不會不會 你知道我發現 它的水餃都沒有黏在一起耶 通常我們家在下餃子的時候 我媽媽就瘦媽媽會為了避免 它的水餃黏在一起 堆在煮餃子的那個湯裡面 水裡面加上鹽巴 讓他們彼此以防沾黏 讓他們家每一顆都不黏耶 很厲害耶 那麥芹都會搶外景大哥他們的便當 還有早餐 我今天又是我睡覺 整盒吃完的是小蕙喔 我想我吃兩顆一試一試一下 覺得小蕙吃完了 一定要撿進去 啊 整天啊 看到東西就要吃 好啦 吃完了李懿他們家的 理想主義超特別的 比較不吃肉類的話 這個可以吃好不好 那裡面呢 真的是蝦子 我只能說 有的咬動的蝦仁是一個比一個 還要大顆 那蝦仁是新鮮的唷 不是泡的那一種 那我們今天呢推薦這五塊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塊 或是你們吃過哪一塊 也很喜歡的話 也歡迎留言 在裡面的話呢 別忘了把它分享出去 也可以分享你旁邊 喜歡吃水餃的好朋友們 然後呢 要打開小鈴鐺 按訂閱 並且幫我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掰掰 說 欸 我還正想說點什麼 還好幹嘛你在拍 說什麼